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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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開始了 各位朋友 OpenSource的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是Luba 你們知道什麼是R Luba嗎 因為我大學同學都說很欠阿 所以欠阿的Luba就是我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想在場問一下 今天不知道什麼是Jackery 請舉手 很好 沒關係 全場就只有你一個 你等一下就會懂了 好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的 請到O3來幫我講 Jackery Tool Objects O3通常也是Mozziah TW的成員 大家都知道最近 Mozziah在台灣設合分公司 那Mozziah TW未來究竟會如何呢 嘿 趕快趁今天來發問 那就把時間交給O3 好 我先工商服務一下 那個Mozziah 喂喂喂喂 Mozziah最近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CodeRush的紀錄片的播放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好 那接下來我就開始講 就是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就是這塊裡面的三個 算蠻有用的 Tool Object 那 這三個分別是 Cue、Differ和CodeBase 那就是 不多說廢話 就直接開始來看 Cue 那 要講Cue 要先從 Timer開始講起 不過Timer不會講很詳細 那 加速率裡面的Timer的Function就是 常見 就是 其實就是 setTimeout和setInterval 那 江律師有一篇文章就是有解釋 那個Timer 加速率的Timer是怎麼運作 那這張圖就從那篇文章裡面找出來 那 這張圖重點就是 這個Timer 加速率的Timer這些Function 基本上是不可靠的 那它有可能會產生Rest Condition 那 舉例來說 就是我 設計一個 動畫 那它每10ns去改變某個數值 然後都是 讓那個數值增加10 那 像我這邊我希望 在10ns 20ns 30ns 40ns 然後到50ns 都能讓 那個某個數值加10 那 這是我理想的狀況 但是 實際上它 一定會Delay 但是你的Function 其實還是只有加10 那 這個結果就是你的那個動畫效果就會開始 有不順暢 就有lag 有一下跑 一下快一下慢 那 一個簡單的處理方法就是 你每次在執行Function 你都先去 算一下 你現在執行的 其實是多久 然後你去算一下 應該要加多少 那個數值應該要加多少 就變成你不是每次都加10 但你Function執行的時間 基本上還是 不會是 不會是那麼理想 10ns 執行一次 那 這個東西 竟然讓所有Library 都有 都已經有處理 所以你也不太需要care 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List Condition 那 這邊我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希望把某個Element 讓它淡出 然後再淡入 就是很簡單一個動畫效果 那 我應該要去改它的那個 透明度的值 讓它從1變成0 然後再變回1 然後 寫兩個簡單的Function 那就是 讓它每10ns去讓它的透明度遞減 另外一個是遞震 就是Fed in 然後我就抓了某個Element 然後就把它丟進這個Function 那結果會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個可能性是 它的Opacity下降一點點 然後又回到1 然後再變到0 那你的Fed in的效果 就完全沒出來 那 另外更 更 更慘的情形 機會比較少 就是它進入一個Infinity Loop 它就 跑不完了 那 這個就是 Timer的List Condition 可能會造成這些問題 那如果我用剛剛那個解法 就是 我說我每次都去算一下 我現在應該要 加 要讓我Opacity的值應該是多少 就是根據時間去決定的話 結果會變成像怎樣 就是它會 上下跳動 然後 最後 反正就是 不是你預期的東西 那 一樣就是 其實很好處理 就是用Callback來做 那 Thequery的所有的動畫效果 都已經有支援Callback 那像這樣 就是我說我要 把某個Element FedOut 然後我丟一個方便進去 然後這個方便 就會在FedOut 結束的時候 去執行 那這個方便內容 就是讓 剛剛執行FedOut的Element 在FedIn進來 那 這句 其實有考慮到 就是大家有可能 就是想要做這種序列性的動畫 所以它 其實你這樣子寫 是 OK的 就是它並不會產生 剛剛我 講的那種 不正確的情形的任何一種 就是它其實 這樣寫 它就會FedOut 再FedIn進來 那它底層這種的始作 其實就是它 有一個 Cue在裡面 那 這個Cue其實沒有很特別 它就非常 就是非常傳統的Cue 那 它就是解決 剛剛我講的那種 Race Condition的問題 那 用法很簡單 就是 某個Element 然後你點Cue 然後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Cue的Name 那第二個就是 你接下來要丟進去Cue的Name 那個Function 那那個Function 記得就是 最後你事情做完之後 你要去Decue它 那 這塊的動畫效果 和Cue怎麼接在一起 就是它把 所有動畫效果 就是 剛剛我FedIn,FedOut 那些都算是動畫效果 那些東西它都 它都會把那些Function 丟進 一個叫Fx的Cue 那這個Fx也是 那個 如果你CueName 沒有給名字的話 就是 就是這邊 第一個參數是可省略 就是你CueName沒有給的話 你可以 它預設就是Fx 所以你任何 就是你直接丟一個東西進去 它那個Cue 就會和動畫效果接在一起 所以這樣就 就很方便使用 那如果你想要自己有一個 另外自己管一個Cue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給一個名字 好 那 這邊一個假設 如果有個老闆 叫你做 做某個動畫效果 就是 要 某個物件 廢刀 然後改內容 再FedIn 然後再往右移 再加顆一次內容 再往左移 然後再改一次內容 那 本來用Callback寫的話 看起來像是怎樣 可是它有很多階層 但是如果你改用Cue 就是剛剛 剛剛我講的 Cue和動畫效果怎麼接起來 那你就可以改成這樣 那 改成這樣 層次碼比較長 但是它的好處是它階層變少 而且你所有的就是 每件事情它的階層都是在同一階的 那同一階就是如果 老闆又要你改順序 你就很好改 你Callback很多階層 你要改的時候就非常辛苦 那 另外一個Case就是 如果我要A B C三個元素 照順序FedOut的話 那 如果我這樣寫 其實是錯的就是 它會三個一起FedOut出去 那 這邊 最簡單的做法是用Callback 就是 我A FedOut完 然後再B FedOut 然後再C FedOut 那如果改用Cue的話 其實會比較複雜 就是因為剛剛講 我剛剛沒有講到就是 A B C三個東西的 動畫效果 它分別是在自己的Cue裡面 所以你 你A的FedOut 那個事件 那個方便是在A的Cue裡面 那B的是在B的Cue裡面 C在C的Cue裡面 所以我這邊做的是 就是把 我在A的Cue裡面 多新增了一個方便 然後它會 它會去執行B的FedOut 那B FedOut完 會去把A的Cue Dequeue 那下面那個也是一樣 只是它變成C 所以這樣 這樣子才能讓A B C 照順序Dequeue 到上面去FedOut出去 那這樣可能就會有人覺得 這樣A B C三則 不像剛剛是 同樣對等的地位 所以其實 我可以丟一個空的物件 結果我不一定要指定到任何一個 實際存在在網頁裡面的Element 那我可以丟一個空的物件 或任何一個你想要 你可以拿來當參數丟進去 不過沒有丟東西的話 就是沒有用 那這樣A B C三個FedOut的事件 就會讓你覺得他們是對的 那你通常這樣子 就是感覺起來會比較好 那一定有人覺得 就是這樣寫這麼麻煩 不如寫剛剛callback就好了 那其實那些Cue裡面的方便 都會拿到一個參數 就是你可以利用它 來讓你的程式碼 簡化非常多 那那個參數是一個方便 那我這邊取名叫Nest 那你可以看到 看到我把Nest就直接丟到 A的FedOut裡面當參數 那這個動作就是我要讓這個方便 變成A的FedOut結束之後的callback方便 所以 所以我 一開始A的FedOut 然後FedOut結束之後 它會去執行Nest 那這個Nest是一個沒有副作用 就是你不管怎麼執行它 都會做一樣正確的事情 那它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Cue Decue 就是等於是結束這個方 結束你要做的這件事 所以它這邊 執行到那個Nest之後 就會讓下一個Cue的方便 下一個在Cue裡面的方便執行 那就B會廢了 那B那邊也會做一樣的事 所以這樣程式碼就會簡單很多 但是又讓ABC三者的事件 是保持同樣的階層 那也是可以 就是全部綁在A上面 那就看起來像這樣 那Cue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是Differ 那Differ大概最早Idea是從1976 那我去查 就是找文獻找到最早1976 那那時候叫Call by Future 那就是傳未來 就是有傳直傳直 然後這個是從未來傳 那它最早到加水裡面是2007年 就是都久先引路 然後大概其實比較有名是2010年有人寫篇文章介紹 那JQuery導入2011年1.5版 那那個之後就是這個Pattern才比較有名起來 那什麼是傳未來 基本上就是你的方便執行到某個地方會需要某個變數 那你拿到這個變數的時候 其實你還不知道它的值是什麼 就是有這種情形有可能發生在像平行運算 就是你有concuring computing之類的情形 就比較會發生這種情形 那在加水在前端的操作上 也有很多是非同步的 那像是所有的Aggs code 你基本上都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回來 或是你要讀圖片 圖片什麼時候會讀完 你也沒辦法保證 然後還有就是像使用者 你要等使用者按某個按鍵 這個事情你也是沒辦法知道 他什麼時候會真的去按 那 就直接看一下大概是怎樣的情形 那我這邊有四個模組 那 第一個左上角那個是負責管理使用者login 那login就是 它要告訴其他模組 使用者有沒有login成功的結果 那以前的話就是我login這個模組就是要去知道哪些人需要知道我有沒有login成功 然後一個一個去跟他講 那如果有一個參數可以代表login有沒有成功 那這三個模組其實就只要知道這個參數就好 但是傳未來就是我拿到這個參數的時候我還不知道那個login成功了沒 所以 要怎麼知道login有沒有成功 就是login這個模組要去跟這個參數說我login成功了沒 那另外三個還是繼續在這邊等 那 實際上 它 執行起來就是 外面那三個模組其實是跟這個參數 跟這個defer物件去註冊 callback function 就是說如果login成功我要做什麼事 那如果login失敗我要做什麼事 那login那個模組會去跟這個defer物件 說就是 login有成功或login有失敗 那可能還會再多送一些data過去 那 在這個會名寫法就是我要產生的defer物件就是 前號點defer然後就會拿到一個空的defer物件 然後它的狀態是還不知道的 那目前也沒有任何callback 那外面這三個模組就會去開始去註冊我說 login成功的話要做什麼 然後失敗的話要做什麼 那上面那個login模組就是用 兩個mesol就是resolve和region 那去改變這個變速的狀態 那改變的同時 就會觸發剛剛外面三個模組 去跟我註冊的callback function 那 這邊有一個程式滿有範例喔 那就是這個function是用來讀圖片的 那它的用途就是圖片如果讀成功的話 它會回傳一個defer物件 那如果圖片成功的話會去讓這個defer的值就是變resolve 那這塊的defer它只有兩種狀態就是 三種狀態啦 那一個是pending就是你剛產生的時候還不到值 那接下來就是只有兩種可能就是成功或失敗 就是resolve或region 那這個function我就會回傳一個defer物件 那然後我把圖片的讀取成功和讀取失敗去綁到那個defer物件的resolve和region 然後之後我才去把圖片的src指定上去 那到ing.src.src那一行的時候流氧器才開始讀圖片 那 所以剛剛的那張圖看起來就會變成像這樣 就是我用image.log的方形把圖片和defer整個包起來 然後它只有回傳defer回去 那外面的模組就是會去等那個圖片讀取的結果 那如果圖片讀取成功 就是他們拿到defer物件就會變成resolve 那就可以做接下來他們想要做的一些UI change之類的 那如果有人比較眼尖剛剛看到 會剛剛會看到我其實回傳的是defer.promise 就是 promise是一個有點像保護的機制 就是你回來的promise物件 其實它只能去assign去註冊cobay function 就是它可以保護外面的東西不會去改變defer值 就是只有裡面改變得了defer值 那外面它就只能去call它的down.fail之類的方形 那剛剛那個call就是用起來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我丟一個圖片網址進去 然後它回來是defer物件 那我就可以用.down或.fail 然後再丟方形進去 那或是我把那defer物件先把它存到某個變數裡面 那存到變數裡面我就不一定要馬上去assigncobay方形 就是我在層次碼任何地方我只要拿到這個變數 那不管是什麼時候 不管圖片讀取前讀取後 就是我都可以assigncobay方形進去 assign進去就是它都可以正確拿到 如果我有丟參數給它它都可以正確拿到 不管圖片讀取完了沒 那defer還有一個附屬的也不算附屬 就是它還有另外一個方形可以配合它 就是和它合作叫混 那混就是用來處理複數個defer物件 因為像我這個例子就是 我這個case就是我需要打三個API 那這三個API都是非同富的 那他們都拿到結果之後我要做某件事情 那以前的話我們用call配方形就是 這三個API的call配方形 我都要去檢查另外兩個好了沒 然後三個都好了我才真的做事情 那混就是把這個去檢查其他人 好了沒的這件事把它做起來 所以我只要把 只要用混然後前號點混 然後參數裡面就是那三個hs code 那它回來就是一個defer物件 那這個defer物件就代表這三個code好了沒 那如果其中一個失敗的話 那如果其中一個失敗的話 這個這個hs的defer物件自己就會 裏缺掉 然後它接下來就是它丟進來的參數就會 就會直接就會進去 所以就可以看到下面我已經指定好三個 輸入參數的那個名字 那混除了這個用途之外 就是它還可以處理像這樣子 比較複雜dependency的問題 那舉例來說我這邊四個模組 互相有一些dependency 那如果照這個 照這個dependency的關係 我執行的順序應該要是 account device data 對的就從 剛好是從上到下這樣子執行下來 那如果我們就是在做模組化的 就是把加持續web allocation做模組化 這些模組可能都是不同的檔案 那它們low下來的速度是不一定 所以你沒辦法確保哪一個檔案 會先low完 會先執行 那這部分當然也有其他的東西處理 不過就是針對模組的話 就是那種模組的 像AMD library可以處理 那differ你也可以拿來處理類似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有不同API code 是dependent on別的API code 那differ也可以拿來處理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圖片的例子寫成程式碼 看起來就會變成像這樣 就是我的data需要account and device 所以我data就會等於混 然後我就丟account and device進去 那最下面的就是要等account data 那最後第二部分的小結 就是它好處就是 第一個它就是可以管理複數的callback 那就是不管什麼時候你丟進去 它都很正確的執行 那第二個是它結果會catch住 就是如果你程式碼就是執行的時候 執行到你要丟新的callback進去的時候 你的事情其實已經做完了 所以你都會做完 那你已經丟結果回來過 然後那個結果它都會把它保存起來 就是你那個differ物件沒有被刪除掉的話 就是基本上都可以正確的拿到那些變數 那第三個就是混可以拿來處理一些 你可能會遇過的問題 那剛剛有人眼見的話 可能會看到有一個pipe的關鍵字 那pipe是另外一個differ很有用的東西 不過我在今天的topic裡面 那就是我有寫文章 所以可能過兩天我應該會看出來 那就是混和pipe你可以想成一個是串聯 一個是並聯 那兩個接起來就是你的程式碼 那就是可以處理更多非同步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是callback 那callback就沒有前面兩個那麼厲害 不過differ的底層是有用到callback 那在我剛剛講的cue cue雖然沒有用到前面兩個 但是所有動畫效果的東西都有用到differ 所以他們三者是有點結在一起 那callback其實它很簡單就是一個多功能的callback function管理器 那用法很簡單就是你用前號點callback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callback的物件 那有這個物件你就可以add function進去 然後你可以新增複數個方式 那你也可以remove怎樣怎樣 那最後就是你要觸發這些方式的時候你就call file 那後面丟的參數就是這些方式會拿到的參數 那除了剛剛的add and file它還有不少meso可以用 那這些meso都是你看名字就知道大概是什麼意思 那像remove remove就是移除某方式 然後has就是檢查的那個方式是已經存在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lock或disable 那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那現在其實callback它最特別的地方它支援這四個flag 就是once,memory,unique和stabonforce 那有這四個flag其實才讓callback有比較特別 那首先第一個是once 那once就是你的這些callback就是只能觸發一次 所以像我剛剛一樣的例子 我只是在初始化callback課物件的時候 我新增的丟了一個自傳once進去 那這個callback就會有once的特性 那所以我要觸發第二次的時候就不會有任何輸出 那第二個是memory 那memory就是它會記住你最後一次執行的時候丟進去的參數 所以像這樣我丟 我的這個callback是有memory特性的 所以我第一次執行的時候有丟一個自傳叫負 那我接下來再新增方式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拿這個參數去執行它 所以第二次addfm1的時候它負又會跑出來一次 那我再新增一個其他方式 它一樣會馬上執行 這個是如果有memory的話它的特性是這樣 就是它會讓所有方式都有執行到同樣的次數 那最後就是我可以再用別的參數丟進去執行 那這個時候就會把剛剛我丟進去的三個方式 都用新的參數再執行一次 那再來是once和memory是可以合在一起用 那它就會變成是我可以一直新增方式進去 那我只要file它之後 我再新增的方式都會用同樣的參數去執行 但是我如果要再改變那個參數的話就沒辦法改 那再來是unique 那unique也是很好理解 就是它會確保你的所有的方式 丟進去cobet的方式都是唯一的 那就是像我這樣 如果我丟兩個fm1一個fm2進去 那它結果只會執行一次fm1一次fm2 那最後就是start on force 那start on force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我其中一個方式只要是return force的話 後面的方式就不會執行 那它那個cobet的物件就會停下來 那剛剛有說到differ有用cobet 那它其實用就是once和memory 那它的特性就是differ differ物件就是只能resault或reger一次 那你只要知道狀態之後 你就沒辦法再去改變它的狀態 所以它就是有once 那因為你要隨時都可以新增cobet方式進去 所以它就會有需要memory的特性 那有什麼時候可以用呢 就是如果你有剛剛那四個flag 任何一個特性是你覺得非常有幫助 對你的case很有幫助的話 你就是可以用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如果你的程式碼比較複雜 你想要不會down 成付出的方式也是可以用cobet來做類似的事情 那除了這塊differ物件就是 就是eddy osmani 就是他現在是這塊的 好像是covert team member吧 然後他好像也跳槽到google 那他就給一個範例就是怎麼用cobet 然後他寫了一個pub.sub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pub.sub 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他把複雜的機制都丟到cobet裡面 那像這邊就是中間可以看到topic等於 然後pub.sub.scree on.sub.scree 他就直接 assign out call base的不同的meso 而且他沒有用方選另外包 就表示call base裡面的那些meso 都是沒有副作用 所以怎麼執行都是ok的 就是他不會說因為不同的執行方法造成歷史不一樣 所以我想就讓這個方選fail 那部分 我大概就是reference就是jQuery的文件 那其實我在投稿的時候cobet是還沒有文件 那現在已經有 那最後一篇文章就是剛剛講的一位ade 他有介紹cobet 那介紹比較詳細 大家也可以看看 那大概剛好25分 那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舉手 糟糕 那怎麼辦 我要點名發文嗎 call back嗎 其實 其實你會真的直接用到的機會沒有那麼多 因為通常就是像如果在defer就是已經有 那你如果寫custom event 就是通常都已經用直接的event system 那就是你如果要實作自己的custom event那類的機制的話 call back是非常好用 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你要管call back function 那你 你裡面的這層管call back function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用jQuery的call back 這一塊 然後實際應用力 所以 其實我只知道我們有人有寫 但是我不知道他用在哪一塊 對 對 他們有問題嗎 歡迎發問 把握這個機會 不然我要問八卦了 對 好 正中沒有人嗎 那趁我們還有三分鐘問一下八卦好了 對 Mozia現在在台灣設了新的公司 那 身為Mozia TW社群成員的議員 那你們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樣的看法 什麼樣的看法 當然是樂觀其成啊 沒有就是 為什麼好像聽到自己人在 好 就是Mozia來台灣 台灣 欸 主要 目前就我知道他們主要是想要在B2G這一塊 處理啊 那 就是 欸 因為台灣 大家知道台灣硬體很強 就是 做device那些都很強 所以 就是 這是主要他們決定來台灣開分公司的原因 那 因為他們其實來台灣之後 對於社群的活動其實 我覺得 會有不少實質幫助 不過要怎樣子 Cowork 這部分我們其實還在慢慢的磨合 因為 就是他們那邊做的太賣力 那 變成我們這邊就沒事做 所以我們會 會需要 找一個 中間點 就是讓 可以平衡讓社群可以繼續發展 那公司那邊 他們也有達到他們 不然是推廣 Open的理念 或是B2G 這些東西 那 這個是 目前的目標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那 看來今天 在場的 各位都已經 吸收到了那個 吸收到 O3的功力 欸 你舉手了 欸 不是喔 是我誤會了 OK好 那我們就掌聲鼓勵 謝謝O3